华航展开了清零计划 今天执行第一批拓役裁检 专家也到设置裁检的地点来场刊 并指导这个华航来安排裁检的细节 确保符合感控的要求 只是华航事件也让外界用放大镜来看航空业了 专家指出 这一次华航事件造成台湾疫情升温 得要最后一个本土病例确诊之后 再往后延长28天的观察期 确保都没有人在感染事件 才能算是落幕 工作人员拿着裁检箱来来回回 进到华航松山训练中心 华航清零计划正式展开 将执行首批拓役裁检 派飞回来的机组员谁都跑不掉 即使染疫也让外界用放大镜 检视整个航空业 到底只有华航一家航空公司 要拉长检疫天数 增加裁检次数就够了吗 其实我们现在最大部分的 一个确诊病例 都是来自境外的旅客 而不是基礎人员 也不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境外的旅客虽然一直带 带进来病毒的风险 但是我们目前的防疫政策 都是做得非常的有效 不过华航货继续染疫 又造成饭店群聚感染 就怕社区的隐形传播链 普筛问题又再度浮出台面 整起事件也让机组员的管理问题 备受关注 到底机组员的检疫旅馆 该不该跟一般的民众分开来住 只知台湾的疫情也因为华航事件升温 社区又进入了观察期 就怕再有喂爆弹 医师也提醒最后一个本土病例出来之后 必须往后延两个潜伏期 也就是二十八天都没有再传出确诊 才能够安心 在此之前可千万别松懈 华新闻 张荣甫 李琪亭台北报道